澳洲上个月宣布单方面取消和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 使得中澳关系降到冰点 如今中方全面反击决定即日开始 无限期暂停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一切活动 同时七国集团也针对新疆和香港课题向中国喊话 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停止对付维权的民主人士 从澳洲政府要求彻查新冠病毒起源 还将中国科技巨部华为从澳洲的5G网络建设名单中剔除出去 中澳早已结下梁子 澳洲甚至以不符合外交政策为由取消一带一路协议 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今早发文告 斥责澳洲政府以冷战思维和偏见破坏两国交流 当局决定即日起无限期暂停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的所有活动 除此以外 在英国伦敦落幕的七国集团外交部长会议发表联合公报 一再谴责中方侵犯人权 七国集团非常关注发生在新疆和西藏 尤其针对维吾尔人等少数民族的迫害行为 呼吁中国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 同时支持联合国到新疆展开独立而深入的实地考察 厘清真相 七国集团也炮轰中方干预香港选举制度 应该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 维护司法独立 停止对付捍卫民主价值和自由的维权分子 对于中国频频祭出制裁这一招 对付其他国家 七国集团也批评中方破坏自由而公平的经济体系 敦促中国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履行应当的义务 同时七国集团也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大会 分享成功抗议的经验 并重视台湾海峡和南海情势 呼吁各方和平解决问题 针对七国集团回应两岸三地课题 中国外交部强烈反击 炮轰干预中国内政 剑指七国集团应该采取具体行动 推动全球经济发展 而不是破坏经济复苏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